现在对于很多喜欢投资的人来说 你那贵的都叫我买 太贵的买不买 你要怎么样去投资未来 涨幅比较多 过去炒作过金砖四国 现在金砖四国状况怎么样 大家可以自己来评估 那么南向好像现在是一个趋势了 很多人都去往南向的方向去了解 有一个黑道界的朋友 他也南向结果呢 现在居然上出名堂来了 那时候我还想挂了一个帮派的大哥 里面其中一个算终身带 那时候好像还没当兵 怎么样当兵大概19岁介于20岁 他那时候光他卡在自己身上的 应该就有四条刑案就对了 所以有被判刑成立的 好像有落在八年至十年左右 那至于还有的案子 也是他有参与的 所以他变成说他跟大哥讲说 他想要去面对 他觉得说他想要去关一关 关一关至少出来以后 还是成为一个大哥 因为早期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 没关系我帮我帮我出头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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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所以他那时候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他大哥跟他讲说 没关系我安排你去其他地方 我安排你去海外 你去海外还有其他的生意可以去做 你先不要回来 不然你现在去这个时间点去关 有点尴尬 那因为大哥这样子讲 他怎么还能说不要呢 所以后来这个大哥就安排出来 去跑路就是 坐一趟就去泰国就对了 至于在泰国也会有当地人去接应他 那因为这个年轻人有没有 其实他是很敢冲 所以他又很够意气 那他在那边打混了两三年 要在泰国有没有要吃得开 基本上要跟两种人 就是你要打得很近 或者是你要很有钱 一种人就是军方 对那一种人就是总理附近的 有办法在总理下面的一些皇亲国戚 你只要有办法攀上这两个关系 有没有基本上你在那边 起化醉也给你打 那他刚好在那边有没有 他就是因为一去的时候 这个大哥叫他过去那边 所以刚好他那边有认识军方的人 就跟军方人呆很近 那当然也有自己本身也有付出 那所以后来他在那边 跟军方关系是非常的好 对那后来我要说到这个大哥的时候 在我们前几年那时候 杜特帝上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杜特帝就是专门打击毒品 你毒品只要被他扫到 他搞不好在那边就 就地政法随意给你打掉 那他打击毒品之外呢 他同时也会扫一些枪支 甚至抓一些诈骗犯 所以很多早期一些帮派 在那边要利用菲律宾 就是用走私当转运战 其实后来都行不通了 因为什么 因为被抓到年轻人根本都回不来 所以他们大哥后来一直想说 那边干脆就可能要放弃 那在大哥在放弃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想 那现在如果要走私一些 毒品走私枪支怎么办 后来他就想到了 在他多年前他有一位小老弟 安排他跑路跑去海外泰国 那因为泰国改造的枪支非常多 而且改造的枪支一把 约在台币大概15000块 至18000块而已 而且很容易随手购买得到 他就当下就去买了一把 买了一支黑莓机 那时候黑莓机还算贵 黑莓机一支那时候还落在 5万5至6万块左右 他就用黑莓机联络 他这个小老弟 然后就跟他讲说 讲这个情形 说现在那个菲律宾那边 已经不能走私一些枪支跟毒品 那现在你们泰国那边 改造枪支应该是很容易取得 那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搭上线 还要跟他订1000把的短枪就对了 而且他们在出这个短枪 他们会干嘛呢 还会夹带的毒品一起过来 所以不会单纯的只是枪支 所以他他当下这个小老弟 就跟他大意就说 大海里我有一些时间 我有过来差不多要45天 这两个月来给你这个事情处理 那他就跟他讲说 那在什么时候 几月几号什么时候 在基隆港区要码头 那个货柜你打开里面会有什么 大哥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 对啊时间一到的时候 大哥真的去看啊 他才知道说原来当初 送他去海外跑路的这个小老弟 有没有现在这么有才能 而且已经变成万事通了 为什么他还跟这个大哥讲说 那现在因为那个 就跟你说小竹也能吃头贴 你还在笑 因为现在菲律宾那边嘛 毒品已经没办法当转运站了嘛 那变成说捷普站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印尼其他的国家 还是需要继续 继续要进出口就对了 他就跟他讲 那说那如果毒品的话 一些半成品或者是成品 你如果有办法帮我handle的话 再麻烦你帮我搭上线